大家好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東航MU5735號班墜毀 已經超過兩個星期 美方人員抵達中國參與調查 每一次空難調查 都會面臨獨特挑戰 今次東航空難飛機 是以90度角和極高速墜毀 因此專家的關注點是 機頭向下墜毀 究竟是因為技術故障 還是因為機師人為造成的 這個飛機3月21日 在廣西吳州藤縣最低 機上132人全部離難 是中國大陸28年來 最致命的空難 根據國際規則 因為聚機事件發生在中國 所以今次調查將會由中方主導 並邀請飛機原產國的相關機構參與調查 而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就有權參與調查 因為飛機是在美國設計和製造的 4月2日 由7人組成的美國小組抵達中國 參與對失事的原因展開調查 以了解在飛機聚毀前的最後幾分鐘發生了什麼 《紐日時報》報導 調查人員在搞清楚東航MU5735 航班聚毀原因方面 面臨艱鉅的挑戰 3月21日下午 中國東方航空MU5735航班 在2萬9100英尺的晴朗天空 飛越中國南方群山 原本計劃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 這架波音737-800NG飛機機靈 只有6年08個月 駕駛艙內的三名機師之一 是中國最有經驗的機師 東天下午2點20分發生飛機聚毀 在飛機的聚毀過程 機師並沒有發出任何求救訊號 出事的時候 機場控制塔發現異常 嘗試聯絡機組人員 但機上沒有人回應 飛機在不足一分鐘的時間下降了2萬多英尺 達到7,400英尺的高度 然後在大約15秒內上升了1,200公尺 而最後就幾乎完全垂直 並且已接近音速急墜 機頭直插入柔軟的土地 飛機的碎片在來臨中深達60英尺 兩隻機翼就山落在7英尺之外 飛機聚毀之後 中共對當局的消息進行異常嚴格控制 審查網上的討論和猜測 只准許對災難進行有限報導 中共官員對有關聚機的大部分消息保密 香港英文報章《南華早報》26日報導 中共官方在協助失蹤乘客家屬的同時 竟然有同步密切監控他們的一舉一動 《南華早報》引述有關單位25日透露 當局向每個失蹤者家庭派至少3人 為一個單位的特殊任務編走 成員包括和家屬有地緣關係的航空公司代表 來自失蹤乘客家鄉的社工和顧問 估計東航已經動員超過300名員工 山東的官方傳媒《經濟日報》發表了 對罪機現場附近一名農民的採訪 該農民描述看到飛機沒有黑煙 但在遠處抗井的監控錄影機 記錄了飛機垂直下降的最後幾秒 但在遠處抗井的監控鏡頭 錄影了飛機垂直下降的最後幾秒 這些影像根本就沒有顯示任何煙霧 釋利研發公司Aerospace Development的董事總經理 半退休的航空公司執行工程師 兼波音技術顧問 比特馬羅塞基向《紐約時報》表示 這幾乎沒有任何意義 現場的黑煙是顯示燃燒燃料 而白色蒸氣可能是洩漏燃料導致 但目擊者的說法在罪機調查中 往往不可靠 通常在罪機調查中的進展 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可以由飛機駕駛艙 語音記錄器 和數據記錄器 復收的那些數據 也就是黑核數據的完整內容 NTSB正在華盛頓的實驗室 協助中國進行東航失事客機 波音737800語音記錄數據下載 曾經擔任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NTSB飛行紀錄儀首席技術顧問的 詹姆斯卡什向彭博社表示 將數據儲存在電腦晶片的現代黑核紀錄儀 在高速碰撞下 依然能夠保存良好 卡什說 在找到黑核之前 儲存數據的電腦版 經常在紀錄儀的保護外殼脫落 但是即使數據被損壞 通常都可以提取數據 NTSB發言人說 美國小組乘坐商業行班前往中國 目前還未清楚 他們是否會到墜機現場 也不清楚他們將會留在中國多久 但是他們有可能會在中國逗留幾個星期 空難專家通常會研究墜機調查的細節 找出空中碰撞或爆炸的跡象 以及飛機上的機械故障 或機師自殺的跡象 墜機發生地點 廣西地區的消防隊長鄭熙表示 飛機殘骸沒有發現任何爆炸殘留物 一名農民在墜機地點以西7英里的地方 發現了一塊飛機碎片 這開始引起專家的猜測 就是這架飛機在空中發生解體 中共當局後來表示 該碎片是飛機的一個小翼碎片 這些小翼是翼尖的伸延部分 可以產生額外勝利 空難專家表示 這麼輕的零件 可能會遠離現場散落 並不意外 《紐約時報》報導 包括NTSB退休董事會成員 約翰哥尼亞在內的航空專家 特別關注飛機在撞擊時的垂直狀態 商用飛機的設計 是要令飛機在飛行中保持水平 馬羅塞基說 俯衝時要保持水平 就需要在機尾兩側的水平穩定器 施加持續的極端力量 水平穩定器 控制飛機撫養 即是飛機前部是向上還是向下 專家的問題是 機頭向下是因為技術故障 還是機師的決定 曾駕駛過737飛機的前NTSB調查員 本建明百萬向彭博寫說 現在就東航罪機事故的原因得出結論 還是為時過早 有很多情況都可能觸發急墜 例如機師心臟病發 不小心碰到操縱桿 或者用來抬高或降低機頭的 升降台發生故障 但是本建明百萬表示 上述的情況 往往只會導致飛機比較短暫的反應 因為機師可以輕易糾正這種失誤 百萬認為 737-800和其他飛機一樣 通常不會以洗澡的角度 機頭向下墜落 飛機的機師可能需要花很大的氣力 才能操作成這樣 或者發生了極不尋常的故障 總部位於香港的航空設備供應商 貿易組織亞洲航空空航天論壇主席 馬丁克雷格斯向《紐約時報》表示 東航的墜毀事故 飛機幾乎可以算是完全直線下崗 沒有滑墻和飄移 那顯然不是恐怖炸彈 不排除是人為故意所為 不排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